这陈伯青啊 对于刘瑞奇的到来 真好像汉苗遇上了春雨 陈伯青啊 乐得眼之毛都开花了 别看三十多岁的人 现在童心唤起来 又蹦又跳 不知怎么高兴好了 尤其听刘瑞奇说 他的产品合格 他更加高兴 把头面人物都请来 把会计也找来 准备要大排艳艳 款待贵宾 刘瑞奇是坚决制止 别别别 现在咱不忙于大吃大喝呀 吃口便饭就可以了 如果将来咱们成功了 咱们好好吃好好喝 是一醉方休 现在千万不要这样 陈伯青一看刘瑞奇出于制成 那就不上饭店了 就这么办吧 就在食堂准备了一桌 当然也比较丰盛 大家作陪 刘瑞奇啊 就把这餐桌变成了会议桌 是边吃边谈 吃的什么东西都变不出五味了 主要是谈事 他有心事 刘瑞奇这个人 最好最大的优点就是坦诚 把自己遇上的困难也合盘拖出 刘瑞奇说什么呢 说我何必舍近求远呢 那上海的融线厂多如繁星 都是大厂子 我们商店遇上了困难 我去求助他们 能不能帮我们的忙 结果遭到拒绝 我把嘴里都磨出泡来了 他们也不为所动 我没有办法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 因此才来到无锡 咱们二人才见着面 现在我看你这融线这么好 这事咱就算定下来 咱俩是合作单位 互利双赢 对 对 刘总你说 咱们怎么个合作法 刘瑞奇说 据我这估算 你要进口五十吨好羊毛 一定要好 你估算一下 五十吨好羊毛 能出多少好成品 快就八八八一算 三十七吨五 成本价多钱 啪啪啪一算 一吨成本六万 那卖出去的价钱呢 那就看咱两家商量了 最好是七万二一吨 一吨挣一万二千元 那么三十七吨半 你再乘一乘一共多钱 啪啪啪一乘 四十五万 好 假如咱们成功了 挣了四十五万 咱俩加是二一天作五 一加二十二万五 你看怎么样 你看怎么样 陈伯青一听嘛 都值了 真的 快捡 你没算错吧 这计算器算盘都在这摆的 一点不错 一年能挣二十二万五 一点没错 我的个妈哟 我干了这些年了 最好的时候 一年算下来 不超过三万块钱 这挣二十多万 超出去七八倍 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刘总 这事能成功吗 你放心 你生产保证质量 我推销 肯定能成功 那太好了 太好了 副厂长老王 跟他们说话了 我提个建议 刘总 您别挑礼 思评文书 观评验 光空嘴白话 这玩意儿 差点 是不是咱定了一个协议 陈伯青也说 是啊 刘总 你看师父咱们 写个书面材料 刘瑞奇一笑 我看不必了 咱们就是君子协定 一锤定音 你不要忘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就听您的了 咱这合作从现在就开始生效了 大家说好吗 好 在座的人一气鼓掌拍了包 刘瑞奇 这才起身回到上海 他走了 陈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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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青一想 这50吨纯羊毛得多少钱呢 哪来的钱呢 上银行去贷款 那银行是干嘛的 他得挣利息啊 跑银行费了不少的劲 终于带了200万元呢 那个时候20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 干什么玩意儿呢 更新一些设备 需要的东西改进改进 招收几名技术员工 就开始生产 把这50吨纯羊毛 澳大利亚的好毛 变成绒毛线 呼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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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就办起来了 全村的人都知道这事了 能行 能行 哎呀 听说来了个大老板啊 是上海著名的商人叫刘瑞奇 听说这个人了不起 是吗呀 这回好了 这回好了 都盼着厂子兴旺啊 一千多人的心 全扑到厂子上了 那陈伯青啊 自然比别人更积极了 连家都不回来 以厂为家 在这监工 干什么呢 刘瑞奇一再冰宁 质量是保证啊 这是命根子 一定不能出现 质量问题啊 所以他在这严格拔棍 他在这忙着 刘瑞奇也没闲着 回去了 到了横元祥跟员工们一说 员工们自然也高兴了 过去受欺负啊 受厂子欺负 给你啥货 你得买啥货 你提的意见和要求 人家根本就不理 因此买卖不景气 有顾客也走了 这回行了 有了厂子合作单位了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人们也非常高兴 书说简短日月如梭 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份 第一批五十吨生产的成品 纷纷运到横元祥 刘瑞奇领着人呢 好像接媳妇差不多 在门口挂上爆竹 挂上红灯 放彩花 敲锣打鼓的祝贺 店员们高高兴兴 把新货搬进来 上的是崭新的横元祥商标 摆在最醒目的地方 就准备挣大钱 您说这事怪也不怪吧 自从摆上新货那天起 就不开张 没人买 有很多人来了以后 看一眼转身就走 连新贫丑都不丑 刘瑞奇纳闷 犯什么毛病 其实当时啊 上海人比较挑剔 买什么东西不管多少 又计较又挑剔 贵不怕 得买最好的 像这荣县 英国密封牌的 德国仙鹤牌的 还有中国最著名的美女牌的 都是上海人青睐的名牌 对横元祥是有认识 也有印象 心里他总觉得 横元祥的产品 不如那些名牌 所以是百般的飘剔 刘瑞奇能说吧 手下的火气能讲吧 满嘴都白火出炮来了 人家也不买 这货弄了个大滞销 一直到六月份 好不容易才卖出十三吨去 据原来计划相距甚远 刘瑞奇也上火了 鼻子眼也肿了 满嘴都是大撩泡 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员工们也着急上火 再说陈伯青那边 更受不了了 贷款两百万 更新设备 又进口羊毛 又这么样的生产 结果一打听上海的情况 不妙 才卖了十三吨 哎呦 我哪一辈子能卖完呢 这不要了命了吗 怎么向乡亲们交代 哎 陈伯青啊 一头就病倒了 发高烧啊 大夫给扎针 给大点滴 哎呀 慢慢慢慢的 还行过来了 左思右想 没有出骨 他心里说话 到底犯病犯的什么上了 是质量不过关呢 还是刘瑞奇 吹牛皮啊 哎 将来我 我怎么收场啊 我呀 我对不起乡亲们 咱说句笑话 有时候这陈伯青 在村里他溜达 就发现了一盐古井 这井据说啊 清乾隆年间就有这井 这井现在还使用着 有时候他望着那个井就发呆呀 心说话 真要赔了 银行的钱还不起 我对不起我对不住乡亲们 这井 这就是我的归宿 我没脸见人了 我没法向乡亲们交代 都到这个程度了 再翻回来说刘瑞奇 刘瑞奇是能人呢 从来没碰过南墙啊 你说这回怎么搞的 刘瑞奇没闲着 使出浑身的解数 搞促销 做宣传 全力以赴 您还真别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到了本年的九月份 邪门了 突然是顾客迎门 简直 这新产品 顾不应求 都来买了 就好像邪门劲 吹的差不多 倒霉劲过去了 哎呀 原来的产品 供不应求了 怎么办 就告诉偶堂厂 赶紧生产 这块畅销了 那块赶紧就够羊毛 赶紧加班生产 当年 一下就卖出去 七十五吨呢 比原计划 多出去二十五吨 第二年 便激增到七百五十吨 各位啊 一年间的销量 整整增加了十倍啊 神奇的刘瑞奇 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历史 短短数年间 这恒元祥 他的销量 盖过了户上 不少中外名牌 阳光总在风雨后 恒元祥荣红线店 跟偶堂红线厂 初次合作 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厂商联盟的新模式 过去啊 是厂里生产什么 商店就得销售什么 与市场严重的脱节 现在正好反过来了 由商店的根据市场需要 安排厂家生产 市销对陆的产品 商店始终是站在市场的最前沿 对市场的变化最敏感 根据需求及时调整 与市场进行无缝对接 且在第一时间推陈出新 俗话说呀 适者生存 市场验证了恒元祥模式 强大的生命力 在大上海 经过刘瑞奇一系列的品牌运作 恒元祥是逐渐的由小到大 由弱变强 不仅在大上海 站稳着脚跟 而且很快 机身中外荣线是名牌之列 绝佳的品质质量 有效的促销 使恒元祥是名声大震 市场份额不断增加 乃至突破了淡季的界限 全年都是热销 本府吹捧 外地羡慕 各方的客户是分支踏来呀 恒元祥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瓷石吸引着大批客商 这个要代理加工 那个要代销商品 恒元祥融线由过去冷馒头一下子变成了香饱饱 恒元祥商店是人满为患 您再看 恒元祥门前是车水马龙 恒元祥全体员工 忙活的是热火朝天 这忙活不说 再无期 偶唐融现场也同样忙的是不亦乐乎 原先只上百班 后来增加到两班 再后来增加到三班连轴转 再再后来没有星期天 没有节假日 拼命的加班加点 仍赶不上上货的速度 机器是一买再买 厂房是一再扩建 产量是一增再增 咱这么说 从1991年到1993年 短短的三年间 融线产量由第一年的75吨 爆炸性的激增到1800吨 吓人不 三年增长了24倍 偶唐融现场变成了聚宝盆 变成了摇钱树 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的流到 陈伯青的口袋里 留到村民的腰包里 甚至几个会计数钱的数的手都抽筋了 日以继夜的数钱 仍赶不上赚钱的速度 直接买了点钞机 这才把会计彻底的给解放出来 您说得挣多少钱呢 曾经穷困潦倒的景亭村 一下子变成了远近文明的夙域村 过去是有女不嫁景亭村 如今是美女靓妹找上门 哎呀这真是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 陈伯青的钱袋子鼓了 腰杆子硬了 又阔旧场又见心场 他这万分感慨的说 哎 是恒元祥让我发了洋财啊 是刘瑞奇救了我们藕唐龙县厂啊 因此他这一夜暴富的这个消息 很快就传到四面八方 那耳目多灵通 有很多的乡镇企业 一看影平村 他的家的怎么回事 他怎么发的 那陈伯青啊 有眼光啊 跟刘瑞奇合作了 现在厂商联盟了 是吗 那咱也别闲着 咱也到上海去一趟 到恒元祥找找刘总 所有不少的大小老板 纷纷投奔到刘瑞奇的旗下 要求入伙 刘瑞奇啊 对这些热诚的朝圣者 非常欢迎 但是刘瑞奇本着一条 优胜劣汰 必须具备恒元祥 融线的生产条件 比如设备要搭标 工人要有专业技能 产品要有严格的检测程度和标准 等等等等 对于那些风与同舟 患难与共的合作伙伴 刘瑞奇称之为朋友 带着如兄弟 那么对于初来乍到的合作伙伴 刘瑞奇一律一礼相待 同时也在听其言观其行啊 而对于那些背信弃义者 是坚决的清除 毫不留情 在圈子内至今还流传着一则 刘瑞奇一徽类斩马素的故事 那要说怎么叫徽类斩马素呢 其实这词啊 是从三国演义当中借鉴过来的 但这事情啊 有些相仿 且说将近有那么一个厂长 明姓咱不说了 有这么一天 他亲自坐车 来到上海恒元祥 拜会了刘瑞奇 见面就说 刘总啊 哎呀 见着你我太高兴了 我渴望跟你们恒元祥合作 我也成为你们加盟组织的 缘 您看怎么样 刘瑞奇有个理念 人多势众 好办事 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比如说人少了吃饭 成本最高 费食又费料 如果是一个人吃饭 不划算 如果三个人吃饭 又来了一个人 顶多加一双筷子 哎 那成本就降下来了 故而 他不怕别人赚钱 他常说 加盟者赚的比我多 我才开心 我才高兴 恒元祥的口号就是 共发洋才 只要条件达标了 恒元祥便会满足其愿望 由于看见那个厂长十分的诚恳 在他的邀请下 刘瑞奇跟着他 到了江阴厂去视察 到厂房去看一看 出乎意料之外 比那偶堂厂 那墙得多 机器性能也好 厂房也宽大 要跟这样的厂的联合 将来前途无量 因此刘瑞奇非常高兴 两个人达成了协议 但是刘瑞奇一再强调 咱们商人一定讲信物 这是第一位 另外 出品的东西一定要保证质量 还有一条 加盟之后 就要按章办事 不得欲规违约 自行其事 这是至关重要的 那厂长一听 把胸脯子拍得 啪啪之响 信誓旦旦 您放心吧 刘总 我一定照办 应该这么说 双方起初的合作呀 还是比较愉快的 一切按章办事 刘瑞奇 根据市场需要 精心设计了一个 一两小包装的 叫腰风 设计的图案是 绿草白云的背景下 出现了六只血白 可爱的小羊 他们或者是吃草 或者奔跑 或者嬉戏 一个个憨态可居啊 栩栩如生 惹人怜爱 套在五色缤纷的绒线上 相应成灰 一经推向市场 变成了抢手货了 那真可以说是 产销两望 形势大好 信心的刘瑞奇呀 有时候也到厂子去看一看 经过几次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慢慢的他这心就放下来了 真没想到 几个月之后 突然有人举报 在市场上出现了 此款融线的假冒产品 刘瑞奇是文言大惊 怎么会呢 他不敢怠慢 经过一番明察暗访 证实确有此事 赶紧派人买了赝品 与真品进行着比对 乍一看呢 看不出毛病了 你仔细一看 优劣马上就分出来了 那个买主他看不出来 但是作为刘瑞奇 火眼金睛 一瞅就看出毛病来了 头一个说 设计 原来是六只小羊 现在明显的一查 一二三四五 少了一只 再看商标 模糊不清 跟原来那个大不相同 再用手一揉这线 有点扎手粗糙 原料加工壁裂 岂能与正品相比 刘瑞奇费尽心血打造的 当家品牌 遭人暗算 刘瑞奇的愤怒是可想而知 心实话 这谁干的 怎么那么缺德呀 简直 适可忍是 孰不可忍 这正是 人无诚信 立事难 以信为耻 便中间 为人处事 莫欺诈 一帆风顺 保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